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无处可逃 无知可抗 逆行着微笑 不去不囊 忘了念伤 不曾未寂寞城旁 泪雨寒成霜 心已滚烫 向着远方 过往风霜成刻刀 折裂了翅膀 还要飞翔 寻着光照的方向 把你遗忘 回忆着就穿过 倔强的模样 我要凭着黑夜里的光 回答你去唱歌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 不忘之光 走 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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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焰只是 只是看到这一桌真修美专 不免会想起一个小友 他此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饱餐一顿白米饭 却至死未能如愿 因为那个时候的乐焰 只有又硬又干的饼子分给他 你挨过饿 挨过饿 也见过许多人挨饿 在宫外的每一口饭 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挣来 实之不易 众人间看到桌上这么多真修美味 突然有些不适应 阿燕 乐焰若不是有这次流落 都不知道人间如此的苦况 竟比底报上的还要苦 还要难 偶尔历经磨难 本以为 按照你原先的性子 会痛苦一番 阿燕没想到你记住的 竟都是别人的苦 乐焰 你需要什么 尽管跟阿燕说 阿燕要好好补偿你 乐焰想让大唐的子民 再无饥荒 好 阿燕答应你 阿燕一定会做到 谢阿燕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来 快来用膳的 这只手帕都这么旧了 怎么还在用啊 若换做事从前 不用阿燕提醒 乐焰早早地就换上了 又新又好的帕子 只是因为从前 衣食无忧 不懂珍惜 乐焰现在知道了 皇族富贵 全靠万人供养 不论是桌上的一书一饭 还是这手帕上的一针一线 我们享受的种种 都来自各个人的心血和期盼 断不可辜负 我的乐焰 真是长大了 阿燕虽为同你亲眼所见 但从你的所思所说 便能想到你这一路 必是历经坎坷 阿燕 这一路行来 乐焰遇见了好多贵人 在云州的时候 是知房的柴娘子 相救收留 教会了乐焰生存之道 若不是她 教会了我生存的技巧 收留了我 我恐怕就回不来了 阿燕 乐焰想为柴娘子 讨个恩典 什么恩典 阿燕你看 这是知房的娘子们 绣的布品 论记忆论图案 一点都不比宫里的差 他们只是地处偏远 缺少根基 又没有一个杨明的机会 所以阿燕 愿意帮帮他们吗 确实不错 阿燕准了 没想到 这从前怯生生 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的 小燕儿 如今竟有了 引荐的口才 我还上街卖过布呢 卖得可好了 柴娘子还直夸我 燕儿真是受了不少的苦啊 自立自强 是柴娘子教给我的 世道再难 也不能轻言放弃 我凭双手换来的温饱 乐焰一点都不觉得苦 乐焰还想求一个恩典 你说 请阿燕准许乐焰出宫 考察农丧 亲近百姓 可以 不过 这次要选些得力的护卫 莫要将你宰农丢 阿燕放心 乐焰不会再丢了 从前是阿燕小瞧你了 从前是阿燕小瞧你了 连叔 我奉损特勤之命 前来面见可汗 何事 这 特勤命我亲自面见可汗 请雷叔不要为难于我 损特勤的面子自然要给 可汗此刻 不在大仗内 在客墩内 请随我来 雷叔 请帮忙通报医生 不用 大口寒就在里面 你自己进去便是 好 好 嗯 没事 英师求见可汗 大口寒 大口寒 快 啊 啊 啊 明 selber Long 天啊 know 他说阿施勒斯是不是会猜心之疏 他知道可汗近日总是念叨的 所以便派人来联络父子之亲 探子传信说英氏生了瘟疫 所以才派他来求要的吧 求死得死 把他处理掉吧 是 请慢 他怀里有东西 阿施勒斯 竟然对定香的事起了疑心 赤泥在洛阳的人还剩多少 被杜如慧抄了个肝经 锦色也没了 锦色 倒是可惜了 看来 李世民身边的钉子不好吧 若公主信任 属下愿统领赤泥 必将赴汤倒火完成公主大业 我可以继续信任你的忠诚吗 我的命都是公主的 请公主放心 属下一定不如使命 好 别叫我失望 别叫我失望 颜丽已经指望不少 迟你遭受重创 应是早晚会察觉 不能再拖了 公主的意思是 这幅半生 在此一举 我 看好门 别让不相干的人进来 是 可汗 你怎么又来了 听说可汗 头疾又犯了 所以妾特来为可汗 疏解一二 一群没用的 有阿隼的消息了吗 妾替您打听过了 没有 这个阿隼 这么久也不来看我 看着他心里 是真的没有我这个富汗了 恕妾直言 孙特勤离开了崖障 就犹如脱缰的野马 恐怕是不会回来 闭嘴 你没有资格评论我的儿子 可汗 可汗 妾 通一些中原医术 特地熬了补汤 可汗趁热喝吧 头痛 会好些 拿走 可汗病塌前 妾悉心照料 如今 更是日日翻阅医术 终于得以古方 需以最亲人的血 为药引 且 愿意遗失 难得 你还有这份心 可汗 请喝药 可汗也没药 躺下歇息吧 好 啊 雷蒙 公主 去给英师回个话 就说亚罗藐视王庭 目无可汗 现已关押 以锦校友 公主 我们为何不直接 把亚罗的人头 送去给阿施勒孙 彻底措索他的锐气 不可 阿施勒孙 之所以会让英师 彻底臣服 除了他过人的记忆 和胆识外 最重要的是 他对手下兄弟般的情谊 所以他得人心 亚罗的死 现在还不能让 阿施勒孙知道 否则 他一定会冲到牙照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 就将前功锦弃 我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 来完成大业 阿施勒孙有那么可怕吗 我就不信 整个阿施勒不加一起 会灭不了英师 我办事 何时轮到你来教 我这父半生 为的是什么 为了小可汗 若不是为了让舍尔 成为草原的王 我人若负重 又何至于此 阿施勒孙 是舍尔成为可汗的最大障碍 我没有一天不希望他死 没有一天不再等待机会 可是我知道 他在严厉心中的分量 他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跟我的儿子争 是 属下明白了 若小可汗知道 公主为了他所付出的心血 必定会动容万分 我不需要他理解我 我只要我的儿子 能顺顺利利地成为王者 不再受火之骨 可敦 雷将军也在 我来向大可汗 禀报公务 可敦 大可汗的头疼病 越来越严重了 牙障的大巫医都没有办法 可敦 可有什么法子 我用中原的方子 特意给可汗熬了补汤 他更喝了 已经睡下了 你千万不要轻易打扰他 太好了 太好了 感谢可敦 可敦放心 有我在帐外 任何人不得打扰 石心丝里留着 迟早是个障碍 属下明白 另外 从今日起 所有守护大仗的士兵 都换成我们的人 是 可敦 郭文贵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 沒想到阿爺派了你來 你正在那兒幹什麼 浩渡 你為何站這麼遠 我怕公主不想見到我 那你為何還來 生命難為 若我不開心你就敢了 浩渡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聽話啊 浩渡我讓你站住 我就是怕你生氣 但我又不知道該做什麼 我做什麼都不對 做什麼你都不開心 我只能遠遠看著你 只要你安全 我就沒什麼可擔憂的了 等等 我有話跟你說 你站過來 我又不會吃了你 在流原館 是你故意放走了長哥 我不知道 有沒有放走長哥 你不知道 總是亂擋已經技術剿滅 所以沒有剿滅的 就不是亂擋 傷害大堂的人 才是亂擋 謝謝你 守護大堂是我分內之事 公主不必演戲 好了 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那 我還用跟公主保持距離嗎 當然了 本公主是千金之驅 你可得保護好了 是 曹琪 有亞裸的消息了吧 不是亞裸 是雷淑她 你來幹什麼 当初是你要离开崖障 如今还有和脸面身手 向崖障要东西 大可汗有令 英师受到诅咒 绝不可牵连崖障 你的人在崖障嚣张把护 阿世洛孙 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大可汗 亚罗呢 已被关押 没杀他 已是大可汗对你最后的仁慈 还有 不 牙障也紫草告急 我劝你死了这份心 自生自灭吧 特歇 就让我带兵冲进牙障 把亚罗救出来吧 亚罗是我们一起长到大的兄弟啊 牙障那个牢房你是知道的 进去了只会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何况亚罗那副身子骨 哪里还受得住我 这怕是半日不到便 不行 如果现在冲进牙障的话 怕是会中了他们的计 到时候 英诗可就更加举步为奸了 那亚罗的性命就不管了吗 苏医舍 长哥说得对 若我们现在冲进牙障救人 那木槿以及其他兄弟们怎么办 房厅不可能会紫草告急 若等我们真到了牙障 那英诗可就真被拿出了七寸 我不会放弃亚罗 但眼下只有先让他委屈一下了 那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找到紫草驱逐瘟疫 我说你们的脑子都被驴踢了吗 我不管你们牙障 我也不管你们阿什勒内部有什么矛盾 现在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到救命的紫草更重要 真人说得对 眼下最打紧的就是要找到紫草 其他事情先往后放一放 所有事情 都得有个轻重缓急才是 好 先集中一些力量 找到紫草 至于亚罗 我相信傅涵也会念在父子情分上 饶他不死 是 一切听从特强案吧 好 你跟我走 带点草药 到木槿那里 还好 子草生于末北 我会带着燕姓门的兄弟们连夜出发 不到三日定能抵达 末北荒庇 连我都不曾去过 你又如何成行 秦楼 带着燕姓门往来各放 应是有一些惊艳的 我会让她把元娘交给司徒郎郎 燕姓门随我起程 可是 你不信我 沐erecht 母亲已经倒下 我不能再让你出事 是我自己要來的 英氏也是我的家 為了你們冒險 我心甘情願 而且現在 我們已別無他法 長哥 咪咪 你不是在照顧穆金嗎 怎麼出來了 我同你說過吧 我是墨北人 你都聽到了 你帶我去吧 我小時候就在墨北長大 我知道去墨北的路線 已認得紫草 我比你們 都有可能找到紫草 而且 儘快找到他 穆金跟大家 才不會死 特勤 這次英氏的災難 都因我而起 我求特勤 給我一次贖罪的機會 阿水 你就讓咪咪跟著我去吧 好 浩渡 謝謝你陪我走了一整天 屬下分那件事 慢點兒吃 慢點兒吃 慢點兒吃啊 好多 吃一吃 屬下在 算了 沒事 陛下特命屬下跟隨公主 公主有什麼事 可以跟屬下說 如果 你喜歡了一個人很久很久 也知道 他應該早就先有所屬 那還要當面問他嗎 我想我會當面問問他 可是 就算被拒絕了 也沒關係 我知道自己的內心 如果不當面問清楚 總不能輕易放棄吧 你說得對 若不當面問的話 就等於辜負了自己的心意 公主 可是 我以為現在的我已經變得勇敢了許多 但我一想到當面跟他說 我連約他出來的勇氣都沒有 更別提說了 浩渡 你剛才想說什麼 好 沒什麼 我們回去吧公主 來 有點水 好 來 母親 母親 我可能要離開齊兒 你答應我 你一定會撐著 我給你保證 我一定會把紫草帶回來 所以 所以 你 你一定要撐住等我回來 你親倒沒 你一定要撐住 否則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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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老 小主公 我们去末尾的消息 我已经传给旭风和十八了 他们就在前面等着和我们会合 至于元娘嘛 有阿隋 还有司徒少侠 验行温的兄弟们照顾 小主公放心好了 好 那我们走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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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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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彧 哥哥 你怎会在此 好多多和我说了 公主今日考察农丧抚恤 明清很是辛苦 有什么帮得上的 我愿尽绵薄之力 那好 那今日便一块去吧 走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雨会停 不怕 有你在 天一定会晴的 别乱跑 书彧哥哥 谢谢你陪了我一天 热燕啊 我觉得你有些变了 书彧哥哥倒是说说 我哪里变了 我也说不好 好像是更勇敢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勇敢 可是今天 我想勇敢一次 书彧哥哥 自从洛阳乘逢那日 我便有个问题想问你 却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没事 你问 书彧哥哥还喜欢长哥吗 我和长哥 早已经分到杨镖了 再也不是同路人 早时他离开长安的时候 我就应该明白 我跟你归来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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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戗手 我喜欢你 让我选择桩桑桑桑桑桑桑桑站 rad ona 残酷 书彧哥哥 愿意让我做你 并肩同行的人吗 你没有拒绝我 不是 我 没有 只要 你能够 幸福 你能够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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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哥 赵哥 他们应该明日就能抵达漠北了 不好 郎君怕是生了什么病症 我生的什么病 那自然是 相思病 长哥 还是你的办法好 我们分批字入城 这样不容易被守卫发现 本来我想着 这么多人 然后大多数还是中原面孔 生怕被守卫拦住 进关卡肯定是要严格一些的 只要进了城门就没什么大问题 再说我们现在分头行动 行事会快些 来 拿好啊 罗宁 说墨北城一向都这么热闹了 怎么都跟过年一样 是启寒节 墨北的人都会用紫草去驱赶瘟神 驱病驱血 所以现在 墨北的药铺里面一定会有紫草卖 快点 快点 这是怎么了 快 快走 快走啊 快 快点 快走 你过来 过来 快点 娘子 快点 快 快 快 老师 不愿意了 太狠 快 快 走 老师 走 走 怎么会现在心争冰丁呢 更何况还是阿诗乐不断 快 快 快走 快走快走 阿诗乐不断 是 阿诗乐不断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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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敏 你十年都没回来 这城池跟你记忆中的一样吗 我走的时候 这儿还没有这么多人 没想到如今 这么繁华了 只是 我听说墨北的首领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 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将墨北变成大漠商业要塞 今日一切 确实不一般 有这样的首领 墨北应该不会再受欺负了吧 大月 来看一看 我们快去取药吧 来来来 大家都来看一看了啊 来各位 仔细看 空杯子 让一下啊 仔细看啊 空的 三 二 一 好漂亮的手拍啊 小娘子喜欢 我便赠予小娘子去吃 赠予我 那你不就没有了吗 简单 好 太厉害了 来来来 谢谢各位啊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来啊 秦老 我来了 如何 我打听了 说是前几天 墨北王亭突然禁止紫草交易 所有的药店都没有紫草了 看来咱们想一次购得应失所需的紫草 根本办不到啊 如果我们要是挨门挨护地去搜集难度又太大 而且容易打草惊蛇 要是一下惊动了墨北王可就不妙了 这变故总不是空穴来风吧 牙障 是牙障的意思 秦老 还有别的法子吗 老休想 再干净的地方 也会有阿萨之地 只要咱们愿意出高架 一定会有人豁出性命的 秦老 你且去打听 不管对方要什么条件 我都会答应 好 我现在就去办 等等 秦老 还有一事相求 我刚刚看到阿什勒布向大墨心争冰丁 此事也许应该让大墨知道 小主公放心 我会往那边透过气的 有劳秦老 你们几个跟我走 是 长哥 放心吧 有秦老和燕心门的人在 打听一点消息不算难事 我们先去附近小溪一会儿 走吧 谢谢 小主公 你怎么让十八自己一个人去找洛小弟啊 我去不合适吗 十八比较低调 你说我太张扬了吗 这是你自己说的 店家 给我再烤几个饼子 抱起来再走 稍候 这儿还有呢 你还不够啊 再烤几个饼给客人带走 不是 刚刚十八不是没吃多少吗 给他带点儿 怕他饿了 结账 来了 小娘子 您吃了这么多 我会赖账不给钱吧 你怎么可能啊 不过我出来得急 没带够钱 账吧 我给你留个字据 过两日 我再来还你饭钱 你看如何 小娘子 您是在说笑吧 小店是小本生意 盖不赦账 我看你啊 还是把账结了吧 我只不过是晚一些 我又不会赖账的 我可以给你两倍的饭钱 三倍也有 小娘子 你再不把饭钱结了 别怪我拉你去见我们首领平礼 你真当我没有饭钱给你吗 这可是中原皇室的绣盘 丝织 绣椅皆是上乘的 就这么一块 可是至少值五颗珍珠的价钱 五颗 我用他来给你抵饭钱 如何 就这 真是中原皇室的东西 我光你作甚啊 要不是我真的没有钱给你 我可是万万舍不得的 我都还没让你拿钱来还我呢 不行 我得找个懂行的人看看 打扰各位贵客用膳了 请问贵客是中原来的吧 好 烦了这位娘子帮我看看这方锦帕 好 捻起你的身影 换进我全脸的梦里 在天明之前 绵绵之间 连连流动着思念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牵引 在你我之间 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世间 在不同世间 我都远远四遍成劲 刹那跌跌深眠 别成了永远夜空里的箭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牵引 在你我之间 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世间 在不同世间 我在远远四遍成劲 就那跌跌深眠 别成了永远夜空里的箭 在永远夜空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